五毛拋胸 黃玉郎享盡皇帝福 動漫節期間 黃玉郎穿著曹操戲服 大同筆客五位性感Cosplay美女 一齊現身動漫節 五位Cosplay美女為了爭 神兵問天女主角雕蟬一職 進遣迷宮放山點 難怪黃玉郎對她們今天的表現 滿意到爆棚 選我啦 勝祥 選我啦 這五位星期日會大家 競爭一下 去做最新的女主角 就是神兵問天 裡面的第一女主角 雕蟬 跑出了 那挺好的 因為神兵元旗會拍電影 亦都會拍電視劇 亦都會做online game 那她有機會參與 做這個 裡面的角色 亦都有機會做online game的代言人 條件相當好的 因為 如果電影呢 投資是講億幾的 是一個超級大片 這樣 薪酬不會很高 但是呢 產生的機會 是會很大很大 所謂產生的機會 即是產生的演藝機會 紅的機會是很大的 兩邊都有啦 這班性感女巫 又笛又識做貼身服事 黃玉郎真是享中黃帝福啊 哇 你好